压少绝杀 我的天啊 又是贾巴里·史密斯 他完成了一记不可思议的持球三分球投篮绝杀 最终帮助火箭队以两分的优势击败提火 取得三连胜的同时 再一次奠定了贾巴里·史密斯的地位 在全明星之后 贾巴里·史密斯仿佛换了一个人 进攻端找回了手感防守端照操作 稳操胜券 这一刻这位炭花秀打球拥有十足的观赏性 他终于不挣扎朝着正确的方向大步迈进 尽管整场比赛 贾巴里·史密斯并没有延续此前出色的状态 全场仅出战29分钟 就砍下了11分巴篮板一助攻 同时在防守端送出一枪断一次盖帽 投篮命中率高达62.5% 他在面对瓦兰丘纳斯时 整场都被对手压得死死的 在体重面前贾巴里·史密斯还是交出了学费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一直沉寂下去 在关键的第四节 这位炭花秀命中率两极关键的投篮 其中就包括一季比赛还剩4秒的三分球绝杀 这小伙子如今信心爆棚大有成为当家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 贾巴里·史密斯的爆发并非昙花一现 近无场比赛这位炭花秀在 场均出战36.8分钟的情况下 可以砍下20.6分9.4级篮板球 接近准三双的表现典型的史密斯数据 他已经找到了自我定位 同时知晓如何帮助球队取胜 下面我们从攻守两端解析史密斯的特点 就不难发现他是具备创造性空间的大个子 进攻端 小史密斯拥有不错的中远投技术特点 曾经在大学期间 他就是球队半场落入阵地战中 效率最高的大个子 他拥有完美的身高优势 他可以在任何条件下完成投篮 这点让不少球迷想起了杜兰特 在低位技术方面 他很擅长错尾进攻 一旦抓住了机会 他就会借助队友的帮助中距离投篮 又或者直接强持篮下 尽管他的身体很单薄 但是这骨子冲劲值得称赞 小史密斯的手感来源于他的投篮手型 他的进攻手段大部分来自跳投 这其中就包括接球投篮与定点投篮 所以小史密斯最擅长的就是投射 同时他的后仰跳投天赋不错 他是具备给对手进攻威胁的大个子 但篮下的进攻能力一般 运球技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防守端 俗话说会防守的大个子不会水 小史密斯在全明星之前打得很挣扎 但是他却是对那防守能力最杰出的大个子 最精彩的一次对话就是面对字母哥 他不仅成功遏制住字母哥 在赛后也得到了字母哥的胜赞 小史密斯在防守端的天赋很棒 他可以在比赛中跟防小鸽子球员 他的积极性是帮助其毅力 比赛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所以在小史密斯爆发后 火箭未来重建的雏形基本上可以确定 倘若火箭有幸得到文斑亚马 火箭会考虑用他来搭档神经 诱惑着小史密斯 一直找到最佳的搭配方式 同时也可以在场上尝试三高阵容 让小史密斯出任首发三号位 文斑亚马选择四号位 而神经则放在五号位 但前提是这样的一套阵容 火箭需要搭配上一位优质的一号位 哈登就是最佳的选择 无论如何抉择 火箭下赛季阵容会有很大的改变 有一些年轻小将会被抛弃 一些老将与极战力会加入 磁通的方向是补强一号位和内线 这样的发展框架很合理